你做 gradient descent,那你就可以train neural network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怎么算gradient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算gradient就是用back propagation back propagation就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来算这个gradient的方法 那算出gradient以后,你就可以做gradient descent 那back propagation 过去也讲过很多次 我把一些过去上课录影的录再来放在这边 那其实这边讲的,今天要讲的跟传统的typical的讲法比较不一样 这边要用computational的graph来讲算gradient这件事 我们要讲说,什么是computational的graph 然后怎么用computational的graph来算gradient 那像tensor4、Fiano、CMTK 基本上都是based computational的graph来算gradient的 那什么是computational的graph呢? 所谓的computational的graph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graph它是一种语言 这个语言是拿来描述一个function用的 我们知道一个neural network就是一个function嘛 所以我们会需要描述function的语言 那computationalgraph就是一种语言 那你可以看了它的这个graph以后 一眼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我们要描述的这个function长什么样子 那在这种graph上面呢 其实这种graph有不同的定法 那你只要统一就行了 那所以在这份投影片里面呢 其实我平常在画那些neural network的时候 我其实也没有用computationalgraph的画法来画 因为有时候那样的画会不太简洁 所以其实在这一页投影片里面呢 我们才会统一用computationalgraph或画法来画一个neural network 那这边呢 每一个node代表一个variable 每一个node它可以是一个scalar 它也可以是一个vector 它也甚至可以是一个matrix 不只是二维的 它可以是更高维的matrix 这边的每一个age呢 代表了一个operation 所以operation就是一个simple的function 那以下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function叫做 y等于f of g of h of x 如果用computationalgraph的话要怎么画呢 那我们先把这个function呢 拆解成比较简单的样子 u等于h of x v再把u带到g里面得到v v等于g of u 再把v带到f里面得到yy y等于f of v 那我们这边呢 x是一个variable 把x带到h里面去 就得到u 这一条箭头就代表了h这个function 那h连着x指向u 意思就是说 把x丢到h这个function里面 我们就得到u这个open 接下来把u丢到g这个function里面 我们就得到v这个open 把v丢到f这个function里面 我们就得到y这个open 那有时候一个function 它可以有不止一个input 如果有一个function 不止一个input 我们怎么表示它呢 那就是这样 假设有一个function f 它input b跟c output a 那我们表示它的方法就是 我们有b跟c这两个变数 这两个变数呢 我们都只连到a 然后这两个箭头合起来呢 就是我们的function f 然后a是output 跟a相连的这些b跟c 就是它的input 那computational graph怎么画呢 我们这边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1等于a加b乘以b加1 这个是小学生的数学 小学生的数学 我们就定说c等于a加b 然后d等于b加1 然后e等于c乘以d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computational graph表示出来 我们有a跟b这两个变数 它们是整个graph的leaf 它们就它们前面没有其他东西了 那a跟b相加 a跟b相加得到c b加上1得到d 这个箭头代表是加1这个function 然后c乘上d就得到了1 那如果你今天有了这个graph以后 你要实际计算 abcd的数值是很容易的 我们就说a带2b带1 然后你就把2跟1顺着这个graph 一路让它涨上去 你就把a加上b得到c b加上1得到b加上1得到d 再把c跟d乘起来就得到了1 那在讲下去之前 这个graph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graph的好处就是 我们在这个graph上面算 每一个variable的gradient 是容易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轻易地用这个graph来算出每一个variable的gradient 但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 我们需要迁若 我们需要迁若 这边是秒复习一下迁若 有一个function z等于f of x 然后y等于g of x z等于h of y 然后呢 这边呢如果你把它的这个graph computational graph画出来就是 x有放到g里面得到y y放到h里面得到z 那如果按照迁若我要算 底x分之底z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底x分之底z啊 因为我们从这个computational graph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x会影响y y会影响z 所以底x分之底z 就是底y分之底z 对不对 好那 呃 这边有一个case 2 那case 2是什么呢 case 2是说 z等于f of x 然后 这个f of x是长什么样子呢 x等于g of x y等于h of x z等于k of x y 如果把computational graph画出来就是 s 呃 呃 呃 带到某一个function得到x 呃 s带到某一个方向得到x s带到某一个方向得到y x跟y在某一个方向得到z 如果我们今天要算 底x分之底z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从computational graph上面 看出来说 s 影响了x跟y x跟y又影响了z 所以底x分之底z 就是 x对 就是 s对z的片尾 诶 这边 有写错吗 没有写错 不好意思 没有写 好 这个是s对x的偏尾分乘上 s对x的尾分乘上 x对z的偏尾分 x对y的尾分乘上 y对z的偏尾分 这一个地方 就代表了这一条路径 好 然后这个地方 就代表了这一条路径 所以今天给我们开一个computational graph 就等于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 怎么用这个圈弱来表示一个尾分 所以这边呢 就用刚才的example呢 来做个例子 假如我们要算 partial b分之partial 1 我们要算 b对1的尾分的话 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因为b会透过c再走到e b也会透过d再走到e 所以b对1的尾分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b影响cc影响1 b影响cc影响1 一条是b影响dd影响1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真的做这个偏尾分的话 首先你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这边每一个箭头 把每一个箭头的这个偏尾分呢 都算出来 什么意思呢 你就算出 比如这个箭头是连接a跟c的箭头 你就算出a对c的偏尾分 这个箭头是连接b跟c的箭头 就算出b跟c的偏尾分 你就要把每一个箭头上的偏尾分呢 都算出了 这个很容易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 c啊 我们其实知道每一个variable之间的关系 所以要算某一个箭头上面的偏尾分是容易的 a对c的偏尾分 就是1 对不对 然后因为c等于a加b 所以这边就是1 然后这个也是1 这个也是1 这边是d 因为1是c乘以d 所以1对c做偏尾分 会得到d 然后我们又知道d等于b加1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代说d等于b加1 那d对1的偏尾分呢 d对1的偏尾分 因为1是c乘以d 所以d对1的偏尾分就是c 那这个时候你要算某一个node上面的variable 对另外一个node上面的variable的偏尾分呢 就很容易了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算b对1的偏尾分 我们就是找出所有b到1的path 从b这个node 走到1的这个node 有哪些走法 把所有的路径都找出来 你可以走这一条路 也可以走这一条路 再把一路上所有的 你算出来的这个偏尾分的词相乘 你要把一路上所有的偏尾分都乘起来 走这一条路 你得到1乘以b加1的偏尾分 走这一条路 你得到1乘以a加b的偏尾分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一条路上的偏尾分跟这一条路上的偏尾分加起来 那你就得到partial b分之partial e 就结束了 你可以自己check一下 看看这个做法算出来 这个是很简单 随便尾分一下就可以得到答案 我们在这边先休息10分钟 好 刚才讲到这一页 好 好 我们来上课吧 我们来上课吧 好 刚才讲到这一页 那 刚才用的是symbol来描述它 当然可以用数字来描述它 你就先代比如说 a等于3 b等于2 好 a等于3 b等于2的时候 c等于5 d等于3 这个也是秒算 那 e等于15 你先要做一次这个fee forward 把所有的variable 这个偏尾分数字都算出来 然后呢 这个微分的部分 这个微分的部分 它的这个value 其实就是这个graph上面某一个node的value 所以d 你就可以把他的值3拿过来 如果是c 你就可以把他的值5拿过来 那现在如果叫你算 这个b对1的偏微分的数值 如果叫你算b对1的偏微分的值 在a等于3 b等于2的condition下的时候 怎么算呢 你先把所有的h上面的值都算出来 然后接下来在b这个地方呢 放1 然后呢 你把你从b这个点呢 往前走 找出所有可以走到1的path 比如说呢 他走这一条path 1乘上1还是1 然后再把1乘上3 得到3 然后这边1乘上1还是1 1乘上5得到5 然后你把这个3跟5加起来就得到8 所以这个微分的结果呢 就是8 那如果你今天呢 要换算这个 a对1的偏微分 在a等于3 b等于2的情况下 那其实也是一样 找出a到1的所有路径 然后就从a开始走 一路走到1 好 a走到c呢 要乘上1 所以你就把1这个值放在这边 然后呢 c走到1呢 要乘上3 所以呢 a对1的偏微分呢 就是3 好 这个应该很容易吧 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 如果今天要同时算a对1的偏微分 还有b对1的偏微分 在a等于3 b等于2的情况下 要同时算这两者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一个reserve mode 我们需要一个反向的做法 我们刚才看的都是正向的做法 就是从b走到1 从a走到1 但是如果要我们 要求我们是同时算出a对1的偏微分 b对1的偏微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反向的做法 是比较有效率的 当然你可以分两次做 先算出a对1的偏微分 再算出b对1的偏微分 但比较慢 如果我们今天用反向的做法 我们可以同时算出a对1的偏微分 和b对1的偏微分 怎么做呢 从1开始走 把数字1放在1的这个node 然后从这个node就散播出去 通过这个3的path 在这边你得到3 通过这个5的path 在这边你得到5 再把3乘以1加5乘以1 你就得到8 再把3乘以1你就得到3 就把3 透过这条路径在走下你就得到3 然后把3乘以1加5乘以1 你就得到8 那在这个点上 你就得到partial a 分之partial 1 在这里你就得到partial b 分之partial c 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值对1的偏微分 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值对1的偏微分 假设今天这个graph 它只有一个root 它只有一个root 那你从这个root 你从这个root 开始走 你就可以把这个graph上面 所有的variable 它的偏微分 都一次算出来 那这个test的好处 这个这样子做的好处是 如果你今天的computational graph 只有一个root 也就是说你的最终的function 它的output只有一个value 而你又需要同时算 大量的不同的值的偏微分的时候 用reverse mode 会比刚才我看的这个forward mode 还要更有效率 而在做neural network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reverse的mod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neural network的时候 我们要计算偏微分的对象 其实是那个cost function 对不对 我们是要对 或者是叫loose function 我们要对这个cost function 算偏微分 而cost function 这个function它的output 就是一个scaler 所以如果你把cost function 用computational graph来描述的话 它只有一个output 那今天我们要同时算这个neural 里面所有参数 对cost function的偏微分 所以我们从root开始 做reverse mode 在对cost function算偏微分呢 是比较有效率的 好 那另外一个状况是 有时候我们会有 parameter sharing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同样的variable 它出现在这个graph 数个地方 这个时候怎么算它的偏微分呢 这件事情在neural network里面 也常常发生 比如说我们看cnn 它就有share variable 对不对 我们才刚刚讲过 rn 它其实也是share variable 它把同个function 在整个tysphere上 反复使用 它也是share variable 有share variable 的话怎么做呢 这边举个例子 假设一个function y等于x乘上exponential的x0方 这个式子 如果我们要把它用computational graph 来描述的话 它长什么样子呢 把x跟x相乘得到v 把v去exponential得到u 把u在乘上x得到y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computational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计算呢 partial x分之partial y 如果我们要计算 partial x分之partial y 的话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每一个h上面的 微分呢 都算出来 如果把这个s对v做微分 我们得到的值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值就是x 等于v等于x0方 v等于0 是v等于v 就是说 你说v等于x0方 为分 对x为分不是应该是2x吗 可是 现在呢 这个是比较难理解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先把每一个node上面的x 当作不同的x来看待 假设这些x都是由下标的 这个是x编号1号 这个x编号2号 这个x编号3号 所以这个x编号1号乘x编号2号等于v 所以你把这个x编号1号对v做偏微分 你得到是x编号2号 但它其实还是x 所以这边也是x 这边也是x 然后 v对u做偏微分 你得到的还是u 对不对 v是exponential u 所以 因为u是exponential v exponential v对v做偏微分 还是exponential v 所以得到的值就是u 那这边呢 u乘上x得到y 这边做偏微分就是x 这边呢 这边呢 做偏微分呢就是u 那 你看这里 这边这个u啊 是什么呢 u你可以 因为u的值我们是知道的 u就是exponential的x平方 那这个u呢就是exponential的x平方 好 那所以现在这个graft上面的每一个h呢 它的这个偏微分的值呢 偏微分的这个symbol呢 我们都算出来了 那partial x分之partial y 它的值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先把这三个x 当作似同不同的variable 来看 那这个x对y的偏微分 就是从y走过来 也就是exponential x平方 那y呢 从这条路径走过来 走过来 从这条路径走过来 走过来 它会得到另外两个x的偏微分 那y从这个路径走过来 你得到的是 好 先看下面 y从这个路径走过来 你得到的是 x乘1的x平方再乘x 然后y从这个路径走过来 你是得到 x乘1的x平方再乘x 得到这个路径 好 那接下来呢 实际上 x对y的偏微分 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三个偏微分 它的值呢 不是一样 那实际上 x对y的偏微分 其实就是把 这三项加起来 就是x对y的偏微分 所以 今天如果你要考虑 share variable的配置 那你可以自己check看看 因为 这个你要做 自己算偏微分 还蛮容易的嘛 这个你要算微分 还蛮容易的 你就自己算算看 看看 对不对 那今天如果是share variable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把 同样的参数 先当做 有 先当做不一样的参数来看 然后 算完以后 再加起来 OK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先把 这三个x 当做 x 边号1 x 边号1 x 边号3 然后呢 再把他们的偏微分 分别算出来 然后再把他们 通通加起来 那你就可以得到 x对y的 微分 OK 这样讲声 让大家有问题嘛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 Neural Network的部分 刚才讲的东西是 是General的 跟Neural Network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讲说 如果有一个 Fully Connected的 Fee Forward Network 用Computational Graph 来算它的微分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OK 那 我们先来很快的复习一下 一般的讲法 一般我们说 要算微分 就用 Back Propagation 这个Back Propagation 里面呢 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Ford Path 一个是Backward Path 那 这个 每一个参数 每一个参数 比如WIJL WIJL是DL 有个layer的weight 它从DL-一个layer的D 这个neuron 直到DL的layer的Di的neuron 我们把这个weight 对C呢 做偏微分 那这个偏微分呢 等于这个weight 对Z做偏微分 这个Z呢 是I的这一个 也就是 这个weight 所连到的 那一个neuron 的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 这个Z呢 是D I的neuron 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 把这个Z呢 对W做偏微分 乘上 把C呢 对Z 做偏微分 好 那 我们只需要用Ford Path 分别把这两项 求出来 再相乘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W对Z的偏微分 好 那我们现在看Ford W对Z的偏微分怎么算呢 那这边 我们就不需要推导 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结果 W对Z的偏微分 就是前面DL-一个layer的output OK 就是 W前面是从谁来的 是从DJ的neuron来的 那DJ的neuron的output 就是W对Z的偏微分 那如果D 最后这个L-E的neuron 已经是input的话 那这个偏微分的结果呢 就是input 就是input的DJ 这个DJ Dimension的feature OK 好 所以要求到这个值 你只需要一个Ford Pass 就是一般的Ford Nemo 的预算 就可以把这个值求出来 那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Backward Pass OK 那Backward Pass呢 我们要求一个值 叫做这个Aerror Signal 那这个Aerror Signal 那这个Aerror Signal 是我们对DL个layer的Di的neuron 我们可以求一个Aerror Signal 这个值就是Partial Z分之Partial C 怎么求它呢 我们要做一个Backward Pass 那这个Backward Pass 就是我们要把原来的neuron逆转 比如原来的neuron逆转 我们把原来的整个Network逆转 那这个Network的input 就是Y对Z的规定 这个Network的input 就是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里面 这个Vector呢 就是Y对Z的规定 把这个Vector呢 丢给一个 丢给一排neuron 而这排neuron呢 它们的activation function 并不是zigmoid 它们是一排OP-amplified 这样子 然后这每一个OP-amplified 它放大的倍率呢 就是它的微分值 就是它每一个OP-amplified 其实在正向那边 没有对到一个neuron 那个neuron的activation function 的微分值呢 就是这个OP-amplified的 那个放大倍率 这样子 那你把这个gradient呢 丢到这排OP-amplified 里面得到一排output 这个output呢 再乘上一组weight 这组weight 这组weight是什么呢 这组weight是原来 第L个layer的 那个weight matrix的transpose 我们原来 在做forward的时候 乘上WL 在做backward 乘上WL的transpose 然后再丢到下一组OP-amplified里面 然后就可以算出这个值 然后再把红色匡方值 和绿色匡方值相乘 就得到最后微分的结果 一般是这么说的 那现在我们用computational graph 来算一下 那在算computational graph 来算微分之前 我们当然先兜出 network的computational graph 它长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知道一个network呢 就是一堆矩阵的operation 那如果把这个operation 用一个graph来表示它的话 那它长什么样子呢 首先input的地方呢 是一个variable x 还有我们需要一个variable w1 你知道这个variable可以是matrix 所以w1是一个matrix 我们需要一个variable b1 好接下来我们先把w1乘x加b1 w1乘x加b1得到z1 所以我们有一个operation 这个operation呢 它是吃x跟w1跟b1 它的这个operation呢 就是把w1乘上x加b 这个operation 这个有三个箭头的operation 就是把w1乘x加b得到z1 然后再把z1呢 通过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得到a1 所以这个箭头代表的是activation function input一个vector z1 得到另外一个vector a1 然后另外呢 这边又有两个wait w2和b2 又有两个variable w2和b2 把w2和b2 跟a1一起 再通过这个operation 得到z2 所以把z2通过sigma function得到y 这也不叫sigma function 就是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那最后 比如说最后的layer 的activation function 有可能是softmax 那这个画法 跟一般typical 我们画neural network 画法太一样 对不对 因为一般画neural network 所以我们习惯说 w应该被 放在a跟z中间 我们比较习惯这样画 但是如果画的是comptational graph的话 每一个no的都是一个variable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参数 w跟b也是variable w跟b也是no的 所以他们像是从外面再加到这个主干里面 跟a在一起产生z 所以如果是computational graph正确的画法 你应该画成这样 而不是把w插在a跟z中间 好啊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 我们接下来要 我们要做规定design 我们要算微分 但我们算微分的对象并不是y 我们算微分的对象 其实是cost function 那怎么算cost function呢 cost function就是 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variable y hat y hat 代表的是 它代表的是标准答案 那我们把y hat 带到一个function l里面 得到一个值c 那这个l呢 就是你的loss function 看你要怎么去 evaluate这个y hat 跟y 你如果是一个regression的problem 你或许会选择这个square loss 如果你今天是classification的problem 或许你会选择cross entropy等等 这边就depend on你的case 你会选择一个适当的l 那我们就是用这两个箭头呢 代表l这个function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计算 w1 w2 b1 b2 w2 c 对最后这个c的偏尾分 注意一下 c是一个scaler 对所有内容来说 最后它的那个cost function的output 那个loss的值 那个value 它都是一个scaler 所以你input很多东西 你input很多东西 但output最后就是只有一个数值而已 好那就按照我们刚才学的做法 首先第一步就是 我们要把每一个age上面的这个微分都算出来 每一个age上面的偏微分都算出来 然后算出来以后呢 就用reverse mode 从c这个地方一路逆向走回来 你从c这个地方 假设每一个age上面的偏微分都算好 那我们就可以一路逆向走回来 逆向走回来 逆向走回来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参数 对c的偏微分都算出来了 那等一下的投影片呢 它的符号比较多 我相信一定会有错 大家可以仔细地检查一下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就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啊 这边这个什么 B啊 是vector a是vector z是vector w是matrix 我们今天要算 每一个age 我们都要算 它的这个input的variable 对output的那个variable的偏微分 可是一个vector 比如说我们这边 举的是z1跟a1 一个vectorz1 对另外一个vectora1的偏微分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一个vector 对另外一个vector的偏微分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那我知道这个呢 在微积分里面呢 我至少在电机械的微积分 是没有讲这个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页的投影片 很快地讲一下 我们把vector 对vector做偏微分 我们得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jacobian的matrix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function y等于f of x x跟y都是vector x是三维的vector 它有三个component x1,x2,x3 y是二维的vector 它有两个component y1,y2 把x对y做偏微分的话 那我们把x对y做偏微分的话 那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矩阵 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matrix 定义就是这样 把一个vector 对 另外一个vector 做偏微分 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matrix 这个matrix的高啊 也就是它的这个 肉的数目啊 就是分母的 那个vector的dimension 那它的column的数目就是分子的那个vector的dimension 了解吧 就是现在y有两维 所以这个jacobian matrix 这个matrix就叫jacobian matrix 这个matrix它的高呢就是两维 它的宽呢就是三维 那这个matrix的value分别是什么呢 这个matrix里面的value就是 就是x呢你就把x1x2x3放在这边 y你就把y1y2放在这边 然后你把这个x1对y1做偏微分 x1对y2做偏微分 x2对y1做偏微分 x2对y2做偏微分 x3对y1做偏微分 x3对y2做偏微分 你拿这三个值 对这两个值都去分别做偏微分 得到六个值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matrix里面 就是jacobian的matrix 好的我们举个例子 这边有一个function input是x1x2x3 output呢 y1y2就是x1加x2x3 二两倍的x3 我觉得应该写一个y啦 y等于这个东西 y等于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算 x对y的jacobian matrix 它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y是二维 所以它的高就是二维 x是三维 所以它的宽就是三维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一个value 左上角这个value 是什么 它是x1对y1的偏微分 它是x1对y1的偏微分 所以是1 那第二个value呢 上面中间这个value 它是x2对 y1的偏微分 x2对y1的偏微分 所以它是x3 右边这个呢 它是x3对y1的偏微分 所以它是x2 那下面呢 下面都是对y2的偏微分 下面这三个值都是对y2的偏微分 x1对y2的偏微分是0 x2对y2的偏微分也是0 x3对y2的偏微分是2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Jakobian的matrix呢 算出来 所以我们用computational graph来算这个 我们现在用computational graph 我们需要算所有h上面的偏微分 如果今天这个h的两边都是vector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是得到的 得到的就是一个matrix 就是一个Jakobian matrix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从c这个地方啊 一路往回走 然后一路把这个一路上的这个偏微分呢 通通通通通通通很麻烦的把它算一算 那我们算一下y对c的偏微分 我们来算一下y对c的偏微分 这个c它是只有一微 对不对 它只有一微 然后y是一个vector 所以这个东西啊 它算出来就是一个扁的 长条状的东西 了解吧 就是因为这个c只有一微啊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 你用Jakobian matrix来表示的话 它的高就是一个dimension 它的宽就是看你output的那个y有几个dimension 比如做digital classification 那y又是10微 那那个长条状的东西 宽就是10 高就是1 好那 计算一下y对c的偏微分 OK 那就要depend你的loss function 怎么定义了 怎么定义了 那如果是分类的问题的话 一般你的y hat呢 就是用onehard的code来表示 对不对 就是只有其中一微是1 其他呢都是0 那么假设呢 是1的那一微呢 叫做DR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loss function 会怎么定义呢 我们会定义说 c呢 就等于 负的log yr 对不对 cross entropy的定义呢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c 等于负的log yr 这个yr 是 这个network output的DR微 但是这个r是哪一微取决于 它取决于这个target的哪一微呢 之一 所以network的output呢 跟target呢 都有用到 network提供了yr的value output的target 提供了到底这个r呢 是哪一个dimension 好啊 那如果我们算partialy分之partialc的话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刚才讲过说 这是一个长条状的vector 那这个vector呢 其实大多数的地方 应该都是0吧 因为只有在i等于r的时候 如果今天拿yi y的其中的element yi对c做偏尾分 在i等于r的时候 我们会算出来偏尾分呢 就是负的yr分之1 你把yr对这个做偏尾分 就是负的yr分之1 那如果i不等于y的话 如果i不等于y的话 那那个y就跟cost function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就等于0 所以得到了一个vector 那它只有在某个dimension 是负1除以yr 其他呢都是0 那接下来呢 再继续往回走 我们现在遇到的是 z2对y的偏尾分 z2跟y的中间呢 就插了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z2呢 代入activation function 就得到y ok z2除以y呢 z2对y的偏尾分呢 就是一个jacobian matrix 这个matrix的高呢 是y的dimension 宽呢 是z2的dimension 维度 所以这个jacobian matrix 是个方形的东西 好 那这个jacobian matrix 的di个raw dj个colon 它的值应该是什么呢 di个raw dj个colon 就是partialyi除以partialz2的dj为 ok 就是raw是由分母来决定 colon是由分子来决定 怎么算 如果i不等于j 那 这个微分值应该是多少呢 如果 i不等于j 这个微分值 是不是应该就是零呢 因为 zj 跟y 如果 i不等于j zj跟y 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 如果你的activation function 是比如说sigma i l 通通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 ok 所以 就是零 那如果 i等于j呢 那就需要用到activation function 因为 yi 等于sigma zi ok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微分的值呢 就是看说 我们现在的zi 假设我们的activation function 是sigma function 所以 你就看 zi 落在哪里 然后 看 zi 所在的位置的切线斜率 这个切线斜率呢 就是 i等于j的时候的 偏微分的值 所以 总体来说呢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这个 partial z2分之 partial y 它是一个 diagonal的 matrix ok 因为它只有在 i等于j的时候 是有值的 那其他地方 都是0 它是一个diagonal matrix 那再来就是 如果今天用的 不是sigma function 是一个softmax呢 我们在奥克的时候 常常会想要用 softmax function 如果是softmax function 你觉得它还会是diagonal的吗 ok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想一下 如果今天这个sigma 这个sigma 换成softmax的话 它还是diagonal的 你觉得它是diagonal的 同学聚受一下 你觉得它不是diagonal的同学聚受一下 你觉得它不是diagonal的同学聚受一下 谢谢 好 大多数同学 它不是diagonal 没错 如果今天这边换成softmax的话 它就不是diagonal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在做softmax的时候 z的每一个dimension 都会影响到y的每一个dimension 所以就不会有这种 i不等于j 微分就是0的状况 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如果今天换成softmax 它就不是diagonal了 好 接下来就是继续一路算下去 一路算下去 我这边把bias都拿掉 让它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z2等于a1乘w2 z2跟a1和w2的关系 是这样一个相乘的关系 我们先算partiala1分之partialz2 这个可能是比 也许这个比较好算一点 好 好 那我们得到 这个东西是一个jacobian的matrix 它的宽是a的宽 它的高是z的宽 它自己有多少dimension 它的高就是多少 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 di的rho dj的column 它的值应该是多少呢 di的rho dj的column 也就是partialaj分之partialzi 它的值应该是多少呢 那这个很容易 你就把z跟a的关系写出来 这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讲过 把它写出来就是这样 那写出来你就会发现说 zi zi 等于a1乘上wi1 我们说wi1就是1指向i的意思 加上a2乘上wi2 一直加上an乘上wi 我们统统加起来就得到了zi 所以如果把zi对aj做偏微分 那这边里面这边里面会有一项是w 这边里面会像是w i i j乘上aj 所以如果你把它对aj做偏微分的话 那你得到的就是w i 所以我们得到的就是w i i个roll i个roll dj个colon 我们得到的就是w的 di个roll dj个colon的值 那所以 这一个matrix 不正好就是w2吗 对不对 因为它的di个roll dj个colon就是w2的di个roll dj个colon 所以这一个jacobian matrix正好就是w2 我就把它换掉 接下来我们遇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 我们要把w2对z2所偏微分算它的jacobian matrix 那这个w2它是个matrix 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一个m乘以n微的matrix 如果它是一个m乘以n微的matrix的话 那如果它是m乘以n微的matrix 那显然z2就是m微 a1就是n微 我们这边可以把w2当作一个vector来看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边我们可以把w2对z2的偏微分看作是一个tensor 看作它是一个有三维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说 因为在我的线线代数里面没有讲过超过二维的tensor的运算 所以也许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运算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说w2它是一个vector 它的dimension就是m乘以n微 它是一个m乘以n微的vector 这样做会让算算的结果有点不elegant 如果你用tensor来考虑它的话 用三维的matrix来描述这个偏微分的话 结果会比较elegant 如果是二维的话 硬把它弄成二维感觉没有那么elegant 不过也就只好这样子 好 那这个w2对z2的偏微分它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宽啊 宽是w2的宽 w2本来是个method 把它硬拉成一个vector 所以它是m乘以n微 那高呢是m微 那现在呢 wij对zi的偏微分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只要算出wij对 所以我们就算一下w2对zi的偏微分 那w2对zi的偏微分 那w2对zi的偏微分 放在这个jakobian matrix的 放在这个jakobian matrix的哪一个位置呢 它的高呢是di的rho 它是di的rho 分母的地方是有下标idi的rho 分子的地方是这个 因为我们把这个ij啊 硬拉成直的 所以分在这个column的index 就是j乘以1乘n加上k ok 因为这个w呢 它的宽是n 所以这边就是j-1乘n加上k 如果今天i不等于j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今天i不等于j的时候 如果i不等于j的时候 你看这边 这个z i啊 只跟 跟wi有相关的weight是有关的 如果今天 这个i不等于j的话 那这个wij跟zi 就是没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它的偏微分呢就是0 如果i等于j的话 它们就变得有关系了 如果i等于j的话 下面这个j呢 换成i的话 下面这个j呢 换成 下面这个j呢 换成i的话 它们就有关系了 那这个时候 以微分算出来的值呢 会是a的dk尾 会是这个a1的dk尾 会是这个a1的dk尾 ok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 哦 这边只想讲一下说 没办法 没有用tensor讲 ok 好 那 呃 接下来呢 那这个东西应该 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东西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0 只有少部分的地方呢 是有值的 少部分的地方是有值的 这个值呢 跟a1的值是有关系的 这个值跟a1的值是有关系的 那 这个a1的值到底会出现在哪里呢 这个有点难解释 你自己回家想想看 这个a1的值呢 这个a1的值呢 会出现在这样子的地方 这边是a1 然后这边是a1 这边是a1 好 那 有了这些以后 其实接下来做的事情 就 你就都知道了 我们把 这一项 z1对a1的偏尾分也算出来 我们 把 我们也可以顺便算一下 s对z1的偏尾分 算这个东西呢 用不上 然后呢 算一下 w1对z1的偏尾分 它是长的是 这个样子 好 那 接下来 假如 我们要 算 比如说 w1 对c的偏尾分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就 一路乘过来 一路乘过来 我们把 partial y分之partial c 乘上 partial z2分之partial y 这个是个matrix 这个是个平躺的vector 它是个平躺的东西 它是一个 长条状的东西 这是一个matrix 再乘上w2 再乘上w2 再乘上z1对a1的偏尾分 再乘上w1对z1的偏尾分 把这一路上的东西 都乘下来 会得到什么呢 你知道 把这个一路上的东西 乘下来 它的高就会是最左边的 这一个matrix的高吗 最左边这个matrix 是长条状的 它是高是1 我们得到结果的高是1 那这个呢 最后一个matrix的宽 是w1的element的数目 w1里面有几个element 它的宽就有多少 那所以它的宽呢 就是w1的element的数目 那这里面你乘完以后 这里面的每一个值 就对应到w里面的 某一个element 对z的偏尾分 所以我们等于这样子的矩阵 经过一番矩阵运算以后 我们就算出w的某一个值 对z的偏尾分 那再来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结果我们就不要在这边做了 这你可以自己回去做做看 你就一路把它存下来 然后看看说 你算出来的值 跟这个 用forward pass和backward pass 算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一模一样 有没有一模一样 好 那有一个问题 那这边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感觉起来好像 我们今天在用computational graph的时候 我们是用reverse mode 算所有的参数的变位分 感觉好像只有 backward pass 没有forward pass 但这边 这边这个 传统讲法有forward pass 有backward pass 这边好像只有backward pass forward pass 在哪里 forward pass还是有的 你还是需要 你还是需要 forward pass 因为想想看 我们要得到这些matrix的值 我们要得到这些matrix真正的值 我们需要知道 a是多少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 节点的value是多少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节点的value是多少 所以你还是需要 先算一个forward pass 把所有节点的值都算出来 接下来 你才能够用 你才能够算出 所有的 age上面的偏尾分 你才能够把 这个 你才能够把这一路上的东西 都算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先需要 一个forward pass 才能够跑这个reverse mode 所以跟右边这边是 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假设你自己回去 想要check一下说 他们是不是 一样 左边跟右边 是不是一样 那你可能会直觉 觉得说 是一样的吗 右边这里有transpose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transpose 这边都有一堆transpose 有都有WL的transpose transpose 这边 没有transpose 你一路 比如说你要算 这一个偏尾分 你一路存下来的时候 你会存W2 那这个W2 没有transpose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也有可能是算错了 这样子 其实没有算错 这个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算出 你自己回去check一下 我们算出这个值以后 我们还要跟它相乘 我要跟它相乘 那这边的delta 是一个vector 这边的a也是一个vector 那你把这两个vector 相乘以后 要得到一个matrix 这个matrix的size 跟那个weight matrix 那个w的size 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对 所以被W2得到的这些delta 先做transpose 才能够跟左边的a 存在一起 那所以做完transpose以后 这边这个式子里面 大家的transpose 就不见了 所以左边跟右边 算出来的结果 会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在这边 再休息十分钟好了 好啊 我们来上课吧 我们刚才讲了 fee forward network 现在来讲一下 这个recurrent的neural network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 你就把computational graph 画出来 然后把偏尾分都算出来 然后在reverse mode reverse mode跑一发 就结束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function 我想这个 应该 不需要再复习了吧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表示成一个computational graph的话 它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那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input x x呢 会乘上一个input为wi 这边bias我们就都省略掉了 得到一个vector n1 这两个相乘得到一个vector n1 这个n1没有出现在 没有出现在这个式子里面 它就是一个暂时的variable 我们把a0乘上wh得到m1 然后我们再把m1跟n1加起来 得到z1 然后我们再把 这边我应该要写h0比较对 这边应该要写h0比较对 就是上一个时间点的hidden layer的output 就应该写h0比较对 h0乘上wh得到m1 把m1加n1得到z1 z1透过activation function得到h1 把h1乘上 output为wo得到o1 最后再通过saltmax得到y1 这个就是整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computational graph 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 因为你要把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一再反复的使用 所以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 如果我们要把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完整架构画出来的话 我们假设现在input有三个element input signal的长度是3 我们要把input signal的长度是3的 rn的完整computational graph画出来的话 会很复杂 所以我们这边呢 需要做一下简化 事实上在computational graph里面 什么叫做一个function 那个是你自己定的 所以我可以说 我定义一个很复杂的function 这个很复杂的function 它有四个input wixt whht-1 它有一个output 所以我们把wi乘xt 加上wh乘当ht-1 在sigmoid function得到ht 这是一个function 所以我们可以第一个function 它有四个input 然后做过这一番运算以后 它就得到h1 然后呢 把h1乘上who得到y1 这中间呢 包括了把h乘上w 再取solvemax得到y 所以我们就把rn 简化一下 变成这个样子 那rn呢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input x1 的时候 rn做这样的运算 得到y1 在下一个时间点 input x2的时候 我们下面这个function 它的input是x2 wiwh分h1 得到h2 然后呢 把h2加上who得到y2 在第三个时间点 input wi x3 wh分h2 得到h3 再把h3 跟wo一起得到y3 这个是rn的computational graph 我们还没有算它的cost function 的computational graph 它的cost function 的computational graph 应该长到什么样子呢 我们把y1 跟y1han一起得到c1 把y2跟y2han一起得到c2 把y3跟y3han一起得到c3 我们在每一个时间点 分别算出每一个时间点的cost 但是rn真正考虑的是total的cost 他考虑的是整个sequence的cost 所以你要把c1 c2 c3 通通加起来得到c 你要把c1 c2 c3 加起来得到c 这个才是total的cost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这个每一个edge上面的微分呢 偏微分呢都算出来 那这边我们就不要再算了 假设呢 我们就假设我们现在要求 partialwh partialc 好 我们要求wh 这个matrix 对c的偏微分 怎么做呢 我们从c开始做reverse mode reverse mode 这三个h的微分是比较容易算的 因为c1对c的微分就是1 c2对c的微分也是1 c3对c的微分也是1 所以这三个是好算 好接下来其他这些就是 你需要花一点时间 你需要算起来比较麻烦 我就把它算出来 我们要算y3对c的偏微分 算h3对y3的偏微分 算wh对h3的偏微分 那你从这边一路走下来 你就可以算出这边这个wh对c的偏微分 但是wh它是出现在很多地方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算下去 我们要把这个edge的偏微分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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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这两条路径算出来的值加起来 再乘上这个路径的偏微分 那我们要算最开头的地方wh的偏微分怎么做呢 你一样要走过来 然后从这上面走过来 再把它加起来 再乘上这个 就得到初始的第一个位置的wh的偏微分 好啊 这个就这样 那你就是需要把它 接下来就只是需要把它算出来而已 那我们这边就只是简单的列一下式子 这边这三个partialwh分之partialc 因为这三个wh它们其实是共用参数 所以你要把这三个partialwh分之partialc分别算出来以后 再全部加起来才是真正的wh对c的偏微分 那我们先算这个第一个partialwh分之partialc 这个第一个partialwh分之partialc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总共有三条path 就我们在wh跟c中间总共有三条path 这是第一条path 这是第二条path 这是第三条path OK 这三条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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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最后收尾的地方 就有一个partialwh分之partialh1 所以把这个部分可以提出来 剩下第一条path就是这个 然后第二条path就是这个 第三条path就是这个 然后 但这个只是一部分 你算出来这个你也不用太高兴 只算了一个partialwh分之partialc 第二个你要算一发 然后我就懒得把它打出来 第三个你要算一下 你把这个2跟3也都算出来 那2比较简单 因为它只有两条path 三更简单 它只有一条path 那把它全部加起来 你才折到真正的partialwh分之partialc 然后我们之后会讲到说 你看这边 连程好多次partialh t-1分之partialht 所以这个呢 会造成劝大家认识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LSTM 如果LSTM你把computational graph画出来的话 应该就是更加崩溃的 好那这个是reference 然后 6.3 这个 这个 这个教科说的6.5 有讲computational graph 然后再另外还放了两个 比较清楚的blog给大家的参考 好